大家好,我是牛叔,今天给大家介绍黑夜传说2 咱们上回初说到 黑暗议会三巨头,象牙山巨头王大拿,牛兰山巨头娜姐都死了 现在只剩下武当山巨头张三丰 张三丰的身份可不简单呢 他是传说中的第一只吸血鬼 人王亚历山大的亲儿子,血统纯正 这集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人王的儿子们展开的 人王一共有三个儿子 一个儿子被蝙蝠咬了,变成吸血鬼之族 一个被狼给咬了,变成狼人之毒 还有一个没被咬,变成了普通人 话说当他儿子点挺胃啊,总爱咬 被蝙蝠咬的呢,就叫张三丰 被狼人咬的呢,就叫张二丰 二丰和三丰还不一样 三丰至少还有理智,二丰是完全疯了 就是一只大野狼,见人就咬平闪灭战 一出手,整个村子全咬死 而且咬死的人都变成了狼人 就跟生化病毒一样,扩散的非常迅速 这时候张三丰就找到了王大拿 让王大拿出手帮助控制张二丰 作为回报,把王大拿和他的手下咬成吸血鬼 组成吸血鬼大军追杀张二丰 然后张二丰就被抓了起来,永久囚禁 故事背景介绍完毕,咱们开始说电影 影片一开始,常规领着手下来到张三丰的东眠处 他必须得在张三丰苏醒前把他干掉 这样自己和狼族密谋的事就不怕被发现了 结果事情出了意外 狼人二手科学家的血液流到了官国里 让三丰饱擦了一顿 通过血液知道了外面发生的事 并且他吸收了狼人的血液 变成了另一只半鬼半狼 现在的实力超级强悍 唐贵以及他的手下全都被咬死了 画面切换到永强和六英人这里 他们俩藏到了吸血鬼的安全物 六英人出去办事给永强留下一袋血 你要是饿了呢,你就喝这个 人类的食物你已经吃不了了,有毒物 永强刚刚变成怪物 自己人类的心理认同不了 你们让我喝血我就喝血啊 你们要是让我吃屎,我还得跟着吃屎 我偏步傲娇起来了 去附近的酒馆吃东西 点了一盘土豆炖云豆 哭哭噪了几口,没忍住,吐了 整的动静挺大 正好电视里在播放他的通缉新闻 又正好酒馆里有两个军人 军人可不管你吃没吃完土豆炖云豆 拿起枪就要抓他 永强是一顿跑啊,军人是一顿追 出去办事的刘英人感觉气氛不对 往天上一看 一个带翅膀的鸟人一缘而过 他赶紧回去找永强 正好碰上军人在围楼永强 把他当成靶子了,一顿吐吐啊 刘英人一朝泰山压顶紧接着黑虎掏心 将军人们抖撂倒 然后咬开自己的手腕 让重伤的永强喝自己的血 那个带翅膀的鸟人是谁 正是融合了狼人血液底 张三丰 他找刘英人有点事 他的兄弟张二丰被王大拿囚禁起来了 囚禁地点现在只有刘英人知道 张三丰要咬死刘英人 通过他的血液找兄弟 当年张三丰请求王大拿抓住了张二丰 现在他的实力强大了 膨胀了 觉得自己能控制住狼人兄弟了 所以想救赎兄弟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打天下 岂不美哉 你是挺美哉 那刘英人能乐意吗 他不想死啊 于是落荒而逃 张三丰有翅膀啊 谁能跑过他呀 永强和刘英人就结了一辆大卡车 在大卡车上叮光一顿干 张三丰那翅膀被干尾迷了 扑腾不起来了 这一对王命小鸢鸢躲过一劫 此时此刻正值天亮 刘英人作为吸血鬼受不了 太阳光必须马上找到躲藏的地点 你们说这当吸血鬼有啥好的呀 所有人类的美食都享受不了 白天还不能除了溜的 在我看来太痛苦了 我的观众里啊 百分之百有吸血鬼 麻烦你在评论里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劝劝那些想当吸血鬼的孩子 让他们迷途知返 这里风景秀丽 令我失信大发呀 一路吸血深四海 空尺断肠并毛改 还是接着说电影吧 大卡车一下扎到了一间仓库里 刘英人被好好的保护了起来 瞬间感受到了永强男子汉的气概 于是俩人就交配了 此处省略一万字 天黑之后 刘英人清醒过来 看到永强的那个项链 他不禁回忆起童年 这个玩意他见过 永强是从灰太狼那里得到的 恐怕这个东西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于是他们俩就去寻找吸血鬼一族的史学家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史学家这个职业说出的话容易让当权者生气 所以这个史学家被王大拿流放了三百年 刘英人找到史学家 一点都没受到欢迎 放出几条狼人对着他们一顿咬 当然是没咬过他们俩 怎么一个吸血鬼的史学家手下有狼人呢 这里面涉及到上一部的故事 狼人们的紫外线子弹 正是史学家研究的 他被灰太狼给策反了 在刘英人的逼迫下 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囚禁张二峰的地方有一道门 打开门需要一个钥匙 这个钥匙分为两份 一份是这个项链 另一份在王大拿手里 如果张三峰想要救出张二峰 必须得凑齐两把钥匙 还得喝一喝刘英人的血 一共是三个条件 你们去找他吧 根据他的指引 两个人来到了一个码头 见到了传说中的男人 人王雅丽三大 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整出了吸血鬼和狼人 他的日常任务 就是替这两个儿子擦屁股 哪块有吸血鬼吃人了 或者人吃吸血鬼了 要把那些围观群众的记忆都清除 反正总体来说就是没啥正事 刘英把他儿子的事跟他一说 你这大儿子摇哪儿撒淫 你管不管吗 人王说我管啥呀 孔子曰不养儿不准父母恩 我儿子虽然撒淫 但是我能杀我儿子吗 就在他们掰扯伦理道德的时候 张三丰已经杀到了死学家那儿 把死学家给咬死了 知道了他们的去处 想都没想就冲了过来 人王雅丽三大真是白活了几千年 手下全都是普通人类 根本打不过张三丰 被张三丰这顿蹂躏 一招龙卷风摧毁停车场就全灭了 还得永强和刘英人出手 结果他们俩也不行 永强被打成重伤 项链被取走 刘英人被打成重伤 血液被吸走 作为张三丰的爸爸 人王雅丽三大倒是没受重伤 直接被打死了 心脏被打碎了 眼看着就活不成了 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 怎么人王还这么弱呢 他不是生产了张三丰和张二丰吗 自己咋死个菜逼呢 因为在本片中 人王的设定就是拥有不老心脏的普通人 没有任何能力 张三丰毫不犹豫的弄死了自己的老父亲 因为钥匙的另一部分就在他的手中 现在两个条件都达成了 张三丰快快乐乐的去拯救兄弟 而濒临死亡的亚历山大叫来了刘盈 以刘盈现在的能力 战胜张三丰是不可能的 别说再加上张二丰了 他需要喝一口人王的血 人王趁着血液还有魔力 把这份力量赐予了刘盈 刘盈的力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最后的决战发生在二丰囚禁地 刘盈他们到的死后 二丰已经被放了出来 二丰被囚禁千年之久 心里的愤怒可想而知 像绿巨人一样 气得忽慈忽慈的 但是三丰还真把他控制住了 三丰对刘盈二丰对永强 先说二丰战场 他虽然是狼人的先祖 但是时过近前 跟以前一样满干已经不行了 人家现在小鲜肉都是鬼狼浑血了 你只有单纯的狼人血脉 怎么斗啊 被永强一招碎瓜圈 把脑瓜子掰洗碎 彻底死亡 再说三丰战场 刘盈吸食了人亡血液 体内爆发了洪荒之力 力量和速度都不输三丰 最后一招乌鸦坐飞机 一下把三丰推到了直升级螺旋桨上 绞成了十把块 彻底死亡 天亮之后 阳光照射到刘盈 摆那么的小爪子上 居然没有被灼伤 原来我再也不怕阳光了 刘盈幸福德和永强 拥吻在一起本片玩 快快订阅牛叔叔电影 会有更多的精彩推荐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就说到这里